北京时间12号中午12点25分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,开拓着主场迎战凯尔特仁。 小编看完这场比赛,浑身上下不是滋味,凯尔特仁这是要学习火箭,向下俯冲到底吗?当然! 不是黑火箭,是紧救新赛期到目前为止的状态而言,确实很一般,今天凯尔特仁输球了,开拓着主场100比94赢下了凯尔特仁。 凯尔特仁要改名,博士顿不落后20分不会打球凯尔特仁。 先来看看双方的数据。 2加2加2,阿米姆11加9,蓝马8加2,努尔基7一,报加17是个前场篮板加3,开拓着也是运气好。 最后阿米姆来了个超远的神仙三分球,帮助球队锁定胜利。 当然,比赛过程不赘述,还是那个熟悉的剧情,早早的落后20分。 然后第四节,一波16-3追了回来,关键时刻来了,此时比赛时间还剩下一分多周。 凯尔特仁落后4分,欧文面对着利拉德的防守,眼睛里没有空位的塔图姆,没有看到想帮他打掩护的霍福德,直接干拔三分。 还用想,当然是打铁,下一回合,欧文还是自己运球,谁都没传,他知道这球只要传出去,那就回不来了。 啪啪啪一通远,面对努尔基奇的大长胳膊,强行中投,还用想,当然不见了,此时处在三分线上的空位塔图姆看欧文直接投了,扭头就走,直接消失在尽头之外。 第三回合,此时凯尔特仁还是不得分,分差已经到了6分,欧文还是自己来,面对阿米鲁的防守,继续高难度。 当然,还是打铁,球被霍福德拨了出来,跌跌撞撞来到了塔图姆手里,塔图姆在最后三分钟终于摸到球了,球在手里还没任户,欧文立刻示意,把球给我,塔图姆看都不看欧文一眼。 立刻反方向运了过去,来到了45度角,面对着麦克勒姆的压迫性防守,墙头,还用想,当然还是打铁了。 就这么短短90秒,凯尔特仁四次进攻,欧文打铁三次,在图姆打铁一次,没有任何战术,没有任何配合,比赛就这么结束了。 你说凯尔特仁到底怎么了?场上没交流,最后时刻都想当科比。 这是病,是蒂文斯,你得赶紧帮他们治治。